北京时间周二8月21日可能是唐纳的特朗普总统任期以来的最糟糕一天,他的私人律师在认罪书中暗示听从他的授意,而几乎与此同时,他的前竞选团队主席也被裁定有罪。 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认罪,北京时间周二8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柯恩,Michael Cohen对有关像一名燕心和一名钱花花公子模特支付封口费的违背竞选才无法行为认罪,而且几乎只认识特朗普受益他这么做。 据悉,柯恩没有在法庭上点名特朗普,只是说是一名候选人受益他违法制服款项。 然而,柯恩的律师Lenny Davis,周二兰歇学后的一份声明中说,柯恩站起来宣誓作证,特朗普受益他犯罪,向两名女性付钱。 主要目的就是影响选举,根据法庭文件,柯恩共承认八项控罪,包括五项逃税罪,一项向银行作出虚假陈述及两项竞选财务违规行为。 外媒说,这项战罪协议并未包含与通俄门特检官穆勒合作。 特朗普的律师,前纽约市长Rudi Giuliani,称,柯恩认罪与特朗普无关。 政府对柯恩的指控中没有指控总统的任何不当行为,很显然,就像检察官指出的那样,柯恩的行为反映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撒谎和不诚实。 外媒说,柯恩认罪后,将面临三至五年的牢狱之灾。 在都科大学法学教授前,联邦检察官丽莎·柯恩格里芬认为,柯恩与检方合作,可能会增加特朗普的法律风险。 他表示,这项政治协议非常重要,因为莱克尔·柯恩同总统有着长期的关系。 据悉,柯恩十多年来一直是特朗普的核心集团成员,在特朗普集团担任其斯人律师。 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继续危机建言。 今年4月,FBI搜查了柯恩的纽约办公室及住处,扣押大量文件和档案。 柯恩曾说愿为特朗普当子弹,但在这次搜查后双方关系紧张。 唐涅迪俄州民主党参议员Rifold Blumenford,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总统特朗普的前竞选团队经理和私院律师被确定有罪。 由此看来,白宫似乎越来越像一个犯罪集团,特朗普前竞选团队主席被裁定八项罪名,就在曼哈队法院宣读这些指控之后不久,特朗普前竞选团队主席保罗马纳福特被裁定万有税务和银行欺诈等八项罪名。 这对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调查来说是一个动力,一定程度上凭借给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对贴上罪犯标签,而赢得大选的美国总统,眼下已看到他的三位亲密战友被联邦检察官拉下马,其中还有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从这一连串较量中可以看出一个最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政治和法律风险, 正对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行政越来越大的威胁,虽然法律后果需要更多时间,才会体现,但政治破坏力已经显现,民主党已紧紧抓住这个把柄,穆勒对特朗普竞选活动中是否牵扯俄罗斯干预2016年竞选的调查仍在继续,不过,穆勒将科文案,已将纽约的联邦检察官,这一位是个人的认罪,将是第二次调查 完全独立的调查变得更加激烈,可能会波及到总统,特朗普试图不屑理睬对马纳福特的裁决,特朗普周二称,对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的判决感到难过,他是个好人,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的案件和与俄罗斯勾结无关, 所以还会继续追查,俄罗斯的政治迫害仍在筹划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趁美国政界已经把俄美关系作为内部政界斗争的筹码,这令人遗憾,对俄实施制裁的原因与瑟利亚和克里米亚局势无关,而是由于企图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西夫称,克恩的认罪增加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的法律麻烦,克恩认罪可能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设计为党竞选之间使用的法律,然而,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党边科二宁称,特朗普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和前私人律师克恩的判决,并没有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构成什么暗示,特别是在设额, 调查方面,对马纳福特任何潜在的设念,都是总统特朗普的选择,但我希望看到案件自然发展,让保月做他们的工作。